大熊快點起床啦 你再不起來專訪就要遲到了 那我帶哭泣而去喔 我喜歡惡測劇也喜歡周人喔 待會兒哭泣而去好了啦 走走走 大家好我是陳美珍 我是一名配音演員 熟練又迅速的一次切換三種聲道 這就是配音員的日常 畢業於世新大學廣電科的陳美珍老師 是哆啦A夢的配音專門戶 配了長達三十年 對這個角色有深厚的情感 當時還因為從小叮噹改名成哆啦A夢 所有配好的四五百集數 全部重新配音 但你能想像嗎 動漫裡的許多小男孩的角色 幕後都是女配音員所造出來的 我們其實卡通裡面的小男生 都是女生錄的 對 以前有一個卡通 黑黑的叫酷企鵝的 不曉得你們記得 那時候也是我錄的 那酷企鵝啊 他也是個男生 而且他是一個 呵呵呵呵這樣的男生 那時候我記得我錄他的舞台劇 他要唱歌說 苦雞鵝啊就是我 我就是鵝鵝鵝的天才 就是很多不同的男生 小男生的角色也是大人錄的 因為哆啦A夢他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一個從二十二世紀過來的一個機器貓 所以我覺得他的特質就是 他樂於助人 很善良替別人著想 而且呢心很軟 就是你只要哀求他什麼 他就真拿你沒辦法 就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會受那麼多人喜歡 第一個就是 他是一個單元一個單元 他沒有延續性 我不見得要上一集看的 我一定要看下一集 他每一集都有兩個到三個單元 他可以獨立 第二個就是因為 哆啦A夢他是一個很善良的個性 所以不會有人覺得 我看他好討厭喔 再加上他的外型 藍胖子 我覺得這個稱呼對他非常的適合 他就藍胖子 然後很可愛圓圓胖胖 對人家有沒有那種攻擊性 或者是有壓力的感覺 如果他是個很帥的機器貓 可能其他角色或是其他的機器貓 對他就會覺得有壓力 他又是那種造型很可愛 所以大家接受度就很高 因為他已經配了30年左右了嘛 所以這個角色跟我其實 已經密不可分了 我大概都知道他會用什麼樣的語氣 或什麼時候會突然大叫 有時候錄音室還沒有把那個音量 拉下來一點 我們就已經知道他要大叫了 當然因為到目前為止 每一年都要錄52集卡通嘛 還有一部到兩部的電影 所以也會碰到那種特別難錄的部分 像我錄過幾個單元 他有些道具會拿出複製 比方說他要幫忙做事 他想把自己變成很多 曾經有一集卡通 那個畫面是有幾十個哆啦音夢 他們一起在叫一起在跳 那我在錄的時候 我就不可能只錄一個聲音 我就要必須讓他錄起碼三軌到七軌 讓他聲音聽起來很豐富的 有些哆啦音夢說 有些是 有些是 就這樣到時候混音mix起來 他才是聽起來是人山人海 所以我只要看到那個畫面是 滿滿的 螢幕裡面滿滿的哆啦音夢 我就會覺得 哇哦 有點崩潰的感覺 很累 其實我們見到每一個角色都會先 以他的外型 還有日本的原因去做參考 盡量不要距離差距太多 那還有就是你要了解他的背景故事 那像這種 大家很重視的IP 其實他們在設定的時候 都設定的他的背景非常的詳細 你剛說他的身高體重 他的家人 他來自哪裡 他的生活型態 都會有很多很多介紹 所以我們就從這些介紹當中 去了解他的個性 然後再給他一個適合的聲音 因為哆啦音夢他不是一個人嘛 他不是一個小男孩 不是一個大人 他是一隻機器毛 從外星來的 從22世紀來的 所以我當初設定的聲音 就是給他一個 比較接近共鳴槍 比較接近後面上面 因為一般我們人講話不會用那麼 呃呃呃呃 比較不會用這樣的聲音說話 所以我在設定的時候 就看他的背景 來給他適合的聲音 像很多朋友就會說 欸你可以不要幫我錄 叫我的小孩 那個好好寫功課 叫他起床 什麼都 很多都是對小孩 然後也有很多大人找我 是要為他們的朋友 比方說生日祝福啊 那也有男生找我幫他 用哆啦音夢的聲音 幫他求婚 所以我也去參加這個婚禮 就覺得很多很多非常有趣感人的 那也有一些當然是比較讓人難過的 像是有些小朋友 他們很喜歡哆啦音夢 但是他們生病了 可能是得了癌症啊 就有病痛 然後就希望哆啦音夢可以鼓勵他 或者是完成他的什麼心願 像我也幫幾位小朋友完成他們的心願 我有一次還到現場去看 小朋友他真的好開心 雖然坐在輪椅上 雖然有病痛 但是看到哆啦音夢 因為也有真正的那個人偶群 然後我在旁邊幫他配音 然後跟他互動 跟他講話說你要好好的加油 我就看到他這樣笑容 然後他的父母那種感動都流下眼淚 我都覺得真的是 哆啦音夢可以帶給這麼多人 除了歡樂還有安慰 還有一些啟發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提醒 我覺得非常的棒 溫暖 對他是一個暖男 有一次我就在 我跟一個美國朋友 在一個路邊講話 在一個服裝店門口講話 然後服裝店的店員突然跑出來說 請問你是哆啦音夢的配音員嗎 然後我的美國朋友非常的訝異 他說一個配音員怎麼可以這樣講話 就被人家認出來 而且我還沒有裝哆啦音夢的聲音 我在想可能是因為我有上一些節目 他們有看過節目就會有一些印象 要不然哪那麼厲害啊 光聽聲音 除非說我的聲音真的是 有的時候我比較激動 我有時候在路邊 比方說跟人家講話比較說 真的嗎 有時候會這樣人家會說 你就是配那個什麼角色的人 就比較容易認出來 如果我只是跟你說 我跟你說我們等一下就做什麼 吃什麼飯去哪家餐廳 這樣就聽得出我是哆啦音夢 那真的是太厲害 那我應該高興還是應該難過 我用的位置不一樣 我用的位置不一樣 它是有差別的 所以我這樣講話就聽得出來 真的太厲害了 有特別超人的敏銳度 我當時可能想大概配個五年十年 應該就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日本有好多部卡通都是很長壽的 都是有到一千多集 至少有兩三部吧都長壽 哆啦音夢還不是最長壽的 所以現在每年都還有在錄 我自己都覺得很訝異 而且也很不可思議 因為它的原作者 藤子F伯二雄已經過世了 但是還是有一些創作者 持續在畫每一年的電影版 像電影版就會有一個特殊的主題故事 人物就會比較多比較複雜 那平常的卡通版就是以他們幾個主角為主軸 然後來發揮很多想像力啊 尤其是它的那些道具 它的道具太厲害了 我們在二十年前錄的道具 覺得不可思議 不可能 有些道具到現在都已經成為現實了 電動車 無人駕駛 很多很多都變為現實 我就覺得這個作者 實在是一個很厲害的發明家 其實香港的跟日本的配哆啦音夢的人 他們都是一直配到最後不能配為止 我就覺得很厲害 因為我就期許自己 我也要盡量能夠配久一點錄到自己 不想錄或是不能錄為止